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1月4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好 先來看到美國股市 在蘋果下修了上一季度的 財測目標之後 蘋果股價重挫了10% 道瓊昨天也再度大跌了660點 也讓台北股市今天連跌兩天之後 再度的開低收低 收盤重挫109點 連跌三天 三天加起來 開紅盤之後 跌掉345點 收盤收在9382 最低來到9319 也跌破了9400點大關 再創本波段的新低 好 當然我知道 如果你各位投資朋友 沒有聽憲榮老師的苦勸 前幾個禮拜一直跟大家提醒 行情有變 請收回資金 保留現金 現在心情都很沉重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那到底該怎麼辦 好 待會大盤的部分 我們再來做詳盡說明 那節目一開始還是先來看一下 憲榮老師今天快打當中 作戰計畫的內容 那今天我們鎖定了兩檔股票 一檔仍然是我們熟悉的 被動原件股國聚 上個月三次出手 炒的賺個三四塊 多的賺了十三塊 那今天我們再度的一個出手 國聚 是在國聚找盤開低 一度反彈拉上去 適應散戶強反彈的時候 發現仍然有大戶在持續 出貨跡下 動能指標也出現 轉弱訊號出來的時候 建立先賣後買 那不過今天的國聚 因為大盤直接開低 國聚也是直接開低之後 就在怎樣 霞浮震盪 沒有太多的波動 所以今天國聚 沒有能夠幫會員朋友 再度賺錢 不過也沒有賠到 早盤是在290塊半附近 先做賣出 尾盤也在290塊半附近 把它買回來 收盤是收在289.5 所以這都買得到 賣得到 那還是一個原則 我們這地方有賺沒賺 甚至賠錢的 都給大家誠實不期的 一個真實報告 要給大家最真實的績效 可以來做參考 而且我也再度強調 我們只要是 快打當衝的標的 都會特別聲明 那只要是快打當衝的標的 當天帶你進 必定會當天帶你出 那另外一檔股票 那另外一檔股票 則是這地方8046的南電 今天有消息一面的利多見報 說他生產的IC載板 現在產能在吃緊 法人點名看好他 淡季渴望不淡 可是發現股價這地方 開低一度拉高的背後 吸引了散戶進場強反彈之後 又有大戶持續在這裡出貨的跡象 加上短線動能指標 也在這邊出現轉弱訊號 所以今天的南電有利多 我們確實採取先賣後買的一個策略 這是11點38分發出的通知 那發現南電技術面轉弱 定價在34元以上現股先賣 停損短線目標都定好 這個股票名稱買賣點 還有這個價位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預設停損嚴格控制風險 更是我這地方堅持的第一要務 好那再來看到這是今天的南電 11點38分的時候 發出通知 定價34塊以上對不對 那這是11點39分32秒的時候的南電 股價在哪裡34.05 而且當時你看到34塊這裡有微買單 這個100多張等著要買 等於說你要賣34塊以上 應該都能夠賣得到 好那結果呢 賣完這個發出指令通知之後 股價下半場就怎樣 開始這麼一路走低下去 收盤呢這地方收在這個33.5元 那線動老師是在33.6元的時候 通知大家把它買回來 那等於今天南電的部分 沒有賺很多啦 好大概0.4元的價差 不過因為這是比較低價的股票 30幾塊 所以說你100萬的話 大概可以做個30張 那30張 你說這樣可以賺多少 如果說你做個30張的話 等於這地方今天 總共就是1萬2左右的一個 這個當沖上班族 幫自己加薪的1萬2 放進口袋裡來了 那你也不要小看這1萬2 第一個今天大盤指數 跌了100多點 很多人現在是滿手股票 套勞在裡面越賠越多 憲榮老師不但沒有讓會員朋友受傷 反而又再度用當沖 幫會員朋友賺錢 而且你不要小看這1萬2 如果說你100萬放在銀行裡 就要放定存升利息 你要放多久才有這1萬2 你可能要放個一整年 才有這1萬2的利息 而今天才開紅盤 對不對 第一個禮拜第三天而已 我們又幫會員朋友 成功的利用當沖上班族 一天就這地方創造了 一年的一個定存的報酬下來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去年下半年 從7月1號到12月27號 憲榮老師做當沖 平均升率7成左右 累積投報率更達到8成以上之後 新的1年我們這地方重新開始 也正在開始要用快打當沖的方式 來繼續幫會員朋友累積財富 如果說投資報認同我們操作理念 都歡迎大家跟上我們的腳步 好回來繼續來看到 股踏盤的部分 那昨天的美股 很多人看了 這如果說爆了一堆股票 晚上可能又睡不著覺 因為道瓊昨天開盤開個低 就這樣一路的一個下沙 曾經反彈一下下 最後收盤就重挫下去 大跌了660點作收 這裡面包括蘋果昨天股價 中挫10% 包括了台積電ADR Intel 買光 應用材料 這些重量級的半導體股 每一檔跌幅都超過5% 很多人因此看了都睡不著覺 說怎麼會這樣 那怎麼會這樣 其實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有看憲榮老師的分析 一定不會意外 因為憲榮老師上個月 就再三提醒大家 小心美國股市已經出現 長線轉空的訊號了 包括這是12月7號 那時候這地方FED 發出可能暫緩升息的訊息 我就特別叮嚀大家 這個不對 這個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它代表的是 美國這一波的經濟成長 已經可能開始要轉弱 而重點是技術面 這一波多頭從2016年1月份 到15450 漲了34個月之後 到去年10月26951的高點 總共整了34個月之後 這時候在10月份 月K線出現空頭吞噬 而月K低成交量 都未過前高之後 出現高檔背離 我說的轉弱訊號出來 所以上個月 有沒有特別提醒大家 小心 小心什麼 美國的一個 美股的一個走勢 已經開始出現轉弱走勢 甚至是長線轉空 那後來這個道琼是 狂殺3000點下去 然後又一個反彈 為什麼反彈 因為川普說 美國大跌就是買進的大好時機 所以那天道琼大漲了千點 創下史上最大漲點 很多人說 美股就穩住了 不用怕 不用怕嗎 我也再度提醒大家 這地方 接下來就要去觀察 道琼這個頸線的位置在多少 23344 必須要盡速站上去 否則的話 長空危機沒有化解 談完測完頸線 又要再下來 那你看到是不是這樣 來各位投資朋友 來再回顧一下 剛才跟大家說什麼 頸線在哪裡 23344必須盡速站上 那有沒有站上呢 就是這麼剛剛好 1月2號 前一天的美國道琼 對不對 收盤來到多少 23346 碰到一下頸線之後 沒有能夠站上 果然又再度的下殺 昨天又大跌了260點 又660點 又再度的拉回探底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 美國股市 是不是都符合 憲榮老師 技術分析的規劃跟預測 那美股的一個轉弱 這也是為什麼上個月 憲榮老師要再三提醒 會員朋友 這裡行情有變 請先收回資金 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另外呢 在台股的部分 當然除了美股在轉弱之外 還記得上個月當消息傳出來 美中貿易戰 雙方都開始釋出善意 中國說考慮調降 美國的汽車關稅 而且要修改 中國製造2025的計畫 美國這邊 把這個加拿大 這個逮捕的一個華為公主 現在整個把他讓他交保出來 說這地方 這個雙方都有善意出現了 那一天台北股市 12月12號還大漲落高109點 那我說什麼 我說新手看價 會聽消息追高殺低 所以消息面有利多 指數又漲了109點 很多人就會去追 對不對 可是老手看量 高手看籌碼 那價量籌碼呢 那時候我特別提醒 這時候量的趨勢 已經持續轉弱 而融資開始增加的時候 外資卻連續7天賣超 所以價量籌碼 對多方都不利了 所以我有沒有再三的提醒 波段部位請保持空手 看準這個機會我們再來出手 現在就專心當衝累積財富 請將資金收回來 擁抱現金 那結果呢 結果當今天大盤大跌了 這個地方100多點 當今天台北股市 又跌破波段新低的時候 憲榮老師感到很窩心的一件事是 有幾位會員朋友 這地方有的打給他的一個 這個客服助理 有的直接特別會員 由憲榮老師的專線 直接打給憲榮老師說 特別要感謝憲榮老師 因為這次憲榮老師 真的又幫助他 順利的避開了大盤 這一波沙盤的一個風險 讓他沒有因為這一波的沙盤 賠到錢 反而都能夠持續保住元氣之外 還能夠用當衝 持續來累積財富 那這就是憲榮老師一再強調 我做股票就是這樣子 寧可自己少做一點生意 我也要講實話 要我說為了自己多做一點生意 跟大家講不用怕繼續買 這地方趕快進來場就對了 憲榮老師真的做不出來 所以我堅持不說謊不騙人 只求緣分到的時候 一起來征服股孩 共創雙贏 當然一個好的一個分析師 好的操盤團隊 也一定要各位投資朋友們的支持 不然如果你永遠都只想找那種 天天在買股票 然後天天在這邊 看什麼股票在漲停 就在拿著去 叫會員去追著頭顧老師 到最後市場上都剩那一種 對不對 好的分析師 就不能夠繼續來這裡 幫你做解盤 也不能夠在這邊 帶著會員朋友 給大家最專業的操盤服務了 這一點也要特別叮嚀 好 那接下來的行情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那今天大盤指數 繼續的一個下殺 跌破9400點的低點了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要很小心 第一個這地方 當然有利的地方是成家浪 今天殺到一殺出來之後 來到1059億 連續兩天都有殺盤取量 這個地方5日均量 有超過10日均量的走勢 但是我昨天講過 這種殺盤取量 並不是多方攻擊量 而是一個空方量 所以我昨天也講 這個盤都很容易怎樣 繼續的一個回測 那回測下去 接下來如果彈上去 量還有穩住在800億以上 這才真的是量的趨勢在轉強 這一點還是要繼續觀察 好 那這個地方特別要注意的 還是籌碼面 籌碼面在開紅盤之後 外資不但沒有這地方買盤歸對 反而股票連三賣 而期指從封關那一天 就已經開始賣超 所以期指是連四天賣超 所以我在昨天也特別提醒大家 前天也特別提醒大家 小心這地方 這個籌碼面對多方是不利的 那目前來看 這個看法並沒有改變 開紅盤連跌三天之後 殺盤取量 雖然下個禮拜 原則上看起來會有反彈機會 但因為籌碼面轉為對多方不利 因此我並不建議大家 貿然的去這個搶反彈 刀子還在往下墜 我說不要貿然的穿出手去接 這一點看法不變 尤其這個盤要特別注意的是 那指數雖然破底跌了109點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盤欠缺一個什麼 恐慌的氣氛 也像今天大盤指數 跌了109點下來 看起來跌得很重 可是幾乎沒有什麼股票在跌停板 對不對 上市跌停的一家 上歸四家 所以你會看到 大盤並沒有恐慌氣氛 其實這代表說 這個盤反而不容易真正的 已跌止跌 也就是不容易真正的落底 那更要小心的是 很多個股看似輪漲 然後一追 你可能就掛在裡面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老師還是告訴大家 不用怕你看指數雖然跌 今天又有什麼股票漲 然後漲個兩天帶會員去追 一追就套到裡面一堆 之前的南電不就是這樣嗎 對不對 股價一漲上去 漲到四十幾塊 就很多老師帶會員去追 現在跌到多少 三十三塊 從這裡到這裡 也跌了兩成不見 對不對 六四六二的神盾也是一樣 一漲上去一堆老師帶會員去追 追在兩百二十幾塊 現在殺到一百七 一追也可能賠掉五十塊不見 對不對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 這個階段做波段 風險還是很大 提醒大家 專心當衝 仍然是最佳的操作策略 跟賺錢方法 那為什麼要再三提醒 這就是做股票 我說你要特別注意 你在股票市場 能不能夠成為最後贏家 絕對不是說 這個看多頭的時候買股票 能夠賺多少錢而已 能夠在最後長線有多頭 必然也有這個回檔 甚至空頭的時候 最後能夠結算下來 成為贏家的 才叫真正的高手 才叫做贏家 所以孫子兵法說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勢眾寡志用者勝 上下同欲者勝 以餘待不餘者勝 將能而均不欲者勝 股市如戰場 你要懂得什麼時候 懂得該全力進攻 什麼時候行情不對 你要懂得擁抱現金 保護好自己的資金實力 等待下一個機會 再來全力進攻 這樣到最後 你的財富才能夠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賺越多 對不對 而不是每天在買股票 買股票 行情好 賺了一些 行情不好 套了一缸子 越賠越多 這樣是不行的 那你說難就難在這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買 什麼時候該賣 甚至其實你看到電視上 大部分頭顧老師也不知道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頭顧老師 當個死多頭 天天告訴大家買股票就對了 所以我都提醒 那如果你要去找一個專業的 這個操盤團隊也好 分析師也好來幫助你 你要去看的是什麼 絕對不是這個老師在吹噓說 今天賺了多少 今天有幾支漲停板 因為內行人都知道 很多都是在造假 你要真正觀察的是 第一個大盤轉落時 有沒有能力帶你去避開 如果沒有這種不用去找了 第二個選股方法 當然是不是有一套SOP 還是在亂槍打鳥 這都是我要去強調 那光是低一點 幾乎市場上90%的頭顧老師 你都可以淘汰掉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加入 憲榮老師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因為你看到過去這三四年 憲榮老師是怎麼樣認真的 幫助會員朋友 該守的時候都有守住 而該供的時候才全力進攻 這是三年多前 台北股市4月28號 2015年 攻上10014高點 我說股票開始陸續獲利了結 開始建立空單部位 因為我已經看到大盤有回檔風險 因為我已經看到大盤準備回跌到 10年線去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地方建立 會員朋友開始股票陸續減碼 然後開始新增空單部位 一直等到大盤跌到7000多 對不對 10年線附近 好按照計畫全力拚大的 然後一拚拚了兩三年 策用電子我們置身科 美其馬 都是掌握倍數以上的波段利潤 那直到大盤這地方 攻到了111的一個高點 消息面力多不斷 大家在瘋狂搶股票的時候 我說該怎麼做 到了高檔反市場操作 人取我氣 又是這地方 股票減碼 開始空軍起飛了 對不對 後來2月股災 狂跌1000點 我們完全避開 還放空賺到很多錢 對不對 6月份我也跟大家講 指數還在高檔震盪 但長線轉空危機沒有化解 請波段部位再度保持空手 擁抱現金等待機會拼大的 用快打當衝來快進快出 累積財富才是最好操作策略 結果後來大盤又狂跌1800點 憲榮老師又帶著會員朋友避開 直到這地方 這個大盤在11月份 有一次中期反彈的機會 我認為甚至這地方 比較大幅度的機會出來 才開始波段部位進場 然後環球金 然後台辦 然後這地方尼克森 一檔一檔的達成20%的 獲利目標放進口袋了 然後又發現不對了 美股要開始跌了 價量籌碼又對多方不利了 所以計畫趕不上變化 變化出現的時候 憲榮老師一通電話 提醒所有會員朋友 波段部位再度保持空手 又避開了最近這一波大盤的 下沙破底800點的大跌 這就是我的承諾 保護會員朋友 永遠是我第一要務 機會來臨 我們會全力進攻買股票 但行情不對也保持空手 空軍起飛 絕不當死多頭 這才能夠真正幫助 貨員朋友將獲利放進口袋 而接下來我還是提醒 現階段專心當衝 這個盤中你賺了就走 盤後保持空手 最近美股劇烈震盪 你完全不用擔心 美股的一個大漲還大跌 憲榮老師帶著你早上賺錢 下午你去逛逛街 喝個下午茶 晚上又睡得安安穩穩 這才叫做生活品質 重點還能夠發揮 巨殺撐塔的效果 操作輕鬆累積財富 這才是這個階段 最佳的操作策略 如果認同我們的操作理念 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還有更重要內容 馬上再回來 看到明師為您 及時解盤 又有機會得到標課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02-27810900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还记得这个盘 一个月前 大涨249点 12月3号那一天 冲高到10148 我说什么 这个量不对 高档报居量警戒讯号出现 所以建立会员朋友 股票开始减码 获利入带 三个礼拜前 我说美股开始长线 出现转空危机 台股价量抽码 也对多方转为不利 所以请会员朋友 收回资金 保留现金 这地方等待下一次出击机会 现在台北股市 又按照现龙老师的一个分析 再度狂杀下来 这一多大跌800点 有听现龙老师的话的 都能够成功避开 但是我知道你可能 这个地方 因为很多股票在套牢 舍不得卖 而这地方越套越深 那很多人这时候就会想 我股票套牢了 只要不卖 就不算赔吗 有一天就会涨回来 真的是这样吗 我要提醒你 你要证清的事实是 只要一档股票的市价 低于你买进的成本 其实你的损失就已经出现了 卖不卖 差别只是在财务报表上面 列为已实现的损利 或是未实现损利而已 差在这里 但是损失都出现 而且重点是赔钱的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当长期产业的趋势 已经出现重大变化 开始衰退了 股价一跌下去 常常就回不来了 国泰金当年1900 现在有回来吗 威胜当年629 现在有回来吗 宏达电当年1300 现在剩下多少钱 剩下30块 对不对 贸迪900多 现在剩下多少 10块不到 亦通1250 剩下多少 5块不到 各位投资朋友 真的要提醒 不是说你股票不卖 就不算赔 尤其这波行情 我为什么提醒大家要小心 真的是看到很多产业 尤其包括我说的iPhone 过去的黄金十年 已经成长到了高峰 现在没有办法再推出 更强大的新功能 来吸引消费者的时候 这个会是这地方 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很多人想说 可是股价已经跌那么深了 再跌应该也有限吧 我可以进场减便宜加码吗 那我只能提醒 不管之前跌多少 现在市价进场 永远可能再跌50% 宏达店不就是这样吗 1200到650% 600到350% 300到150又50% 50%到150到70几又50% 现在剩下36又50%了 所以你会看到 真的不是你觉得跌好多了 就这个地方可以买 不管之前跌多少 风险永远存在 所以我才会提醒大家 只要刀子还在往下坠 不要去伸手接刀 现阶段快打当冲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才是你真正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我们会这地方依据SOP 每天去找出来一到两档 最符合条件的股票来做操作 那今天两档国具290.5卖 尾盘没有太大的波动 就把它买回来 打平作收也绝不凹单 对不对 南电今天这地方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跟着我们做操作的 30张赚个1万多并不是难事 这个地方我们在未来 仍然会持续帮助大家 用这样的方式来累积财富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 欢迎指名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骨骸 共创双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